大家好,我是鄭老師。 今天我會說的故事是《芳華蟲》。 作者和圖畫都是由蕭薇熙所寫的。 今天發數學考試卷。 小餅乾覺得,世界末日就快要來了。 這個全部都是電視的錯。 當然是電視的錯。 因為考數學的前一天, 電視正在播放《勇敢超人》。 勇敢超人當然比數學更重要。 真的嗎?當然是真的。 勇敢超人比數學考試, 好看得多。 問題是,小餅乾的爸爸不會這麼想的。 小餅乾為了《勇敢超人》, 還跟爸爸說,題目已經完成了。 現在為了這張考試卷, 小餅乾想了很久。 最後,她還是決定, 把考試卷偷偷收起來。 回到家的時候,媽媽問, 今天派了考試卷沒有? 沒有啊! 小餅乾很緊張地回答。 說話剛剛說完, 小餅乾突然間覺得, 好像有些東西要從喉嚨裡轉出來的。 呃! 不得了啦! 有一隻, 很大隻的芳華蟲, 從小餅乾的嘴巴裡跑出來。 呃! 說謊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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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芳華蟲一開始一邊叫, 一邊亂咬東西。 小餅乾覺得宇宙末日來了。 如果爸爸見到這個芳華蟲, 一定會知道小餅乾說謊, 然後就會知道小餅乾考試沒有考好, 又會知道, 數學母考好是因為沒有做練習題, 而沒有做練習題是為了看電視。 這次就不得了啦! 說謊! 說謊! 隻蟲不斷跳來跳去。 絕對不可以讓爸爸見到這隻芳華蟲的。 很不容易才打到芳華蟲。 小餅乾就發現, 芳華蟲已經在牆壁和梳化上咬了很多個洞。 金字閉加火了, 我一定要想個辦法先。 很不容易把洞補好, 爸爸也回來了。 嘩!這次什麼事呀? 爸爸很驚訝地看著牆壁上的洞。 嘩!我不知道呀! 小餅乾很緊張地回答。 話口未完, 小餅乾的喉嚨又開始狠狠地。 我不知道呀!咳咳咳! 那隻蟲和我一點關係都沒有咳咳咳咳! 不是我的錯呀!我沒有說謊!咳咳咳! 小餅乾的嘴巴又跑出了一隻芳華蟲。 為了這隻芳華蟲, 小餅乾又說了另一個謊話。 於是, 第三隻芳華蟲又跑出來了。 為了第三隻芳華蟲, 小餅乾又說了另一個謊話。 咳咳咳咳! 說謊說謊! 說謊說謊! 今次死啦! 芳華蟲一隻, 接著一隻跑出來, 到處亂跑亂跳, 亂叫亂咬咬! 說謊說謊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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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件事變得越來越糟糕! 芳華蟲不單止會跑, 會跳, 還會飛, 更加得人驚的是… 芳華蟲是打不死的! 說謊說謊! 除非… 說謊說謊說謊! 對不起呀! 我說了謊! 說謊說謊說謊, 很奇怪! 小餅乾一認錯, 芳華蟲消失了! 但是芳華蟲咬的孔並沒有消失! 跟著消失的就只有…… 小餅乾最喜歡的東西 因為數學考差了,不可以看勇敢超人一個星期 因為廣大說不准吃零食兩個星期 因為廣大說還害到別人無力連用錢一個星期 雖然被處罰,但小餅乾就覺得很輕鬆 因為竹芳話蟲才是世界上最累最累的事 這個故事就說完了 不知道你們每一個小朋友有沒有曾經試過說謊? 當說完謊後,你心目中的心情是怎樣的? 你會不會選擇跟你的家人說回真相出來呢? 今天我說的故事分享來到這裡 希望大家都喜歡這個故事啦! 拜拜! 我們大家可以記得支持環境 我們不是在做派案裡你自己做派案裡 認真物 就能夠尬一下 前�itte